请大家恭敬合掌 一起虔诚恭请圣尊为大众做宝贵的法语开示 敬礼了名和尚 撒迦正空上司 十六世大宝法王喀玛巴 徒登大吉上司 敬礼谈诚三宝 敬礼父母主尊 佛母大孔怯明晚 敬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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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网路上 在网路上的同盟 大家都全部获得加持 在此呢 祈求佛母大孔雀名王 让大家心想事成 好 我们今天继续讲 《洗金刚》 第九章 本尊修法仪轨 第七项 发世无量心 那么 第六项呢 我没有在彩虹山庄讲 是在这个 加州 一如雷藏寺 讲了 第六项 披甲附身法 那今天再继续讲 第七项 发世无量心 那么 世无量心呢 就是 慈无量 悲无量 喜无量 跟舍无量 这个可以讲就是 每一个修行人 都要发世无量心的 慈悲喜舍 这个 世无量心 那么 我以前 有简单解释 这个 世无量心 所谓 慈呢 所谓 慈呢 就是 给众生快乐 慈 就是给众生快乐 所谓的悲呢 就是 弃除众生的痛苦 弃除众生的痛苦 所谓 喜呢 就是 欢喜 随喜 很高兴的 不是勉强的 你发着 欢喜的心 无量的欢喜心 去做 慈悲的事情 就是喜 所谓 舍呢 就是说 舍掉了时间 金钱 还有你的本身的生命跟力量 就是舍 叫做 无量舍 无量舍就是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舍去 慈悲喜舍 四个意义就是在这里 给人快乐 那么 拔除人的痛苦 拿掉人的痛苦 欢喜的去做 欢喜的去做 那么舍呢 就是 什么都可以 身体 生命 时间 金钱 都可以舍 那么 现代人呢 当然 当然跟修行人不太一样 他是 发 四恶心 给自己快乐 别人的我不管 自己快乐就好 别人 怎么痛苦 他都不管 另外还有呢 把所有的痛苦 通通给别人 现在的人是这样子的 我管你什么痛 你痛苦不痛苦 我就是要给你痛苦 我就是要给你痛苦 给你舒服 不是给你舒服 给你舒服的痛苦 尽量的让你痛苦 他就快乐 他不一样 他欢喜的 去做这些让人家痛苦的事情 他自己不肯舍 全部叫别人通通都要死 他自己佛了就好 现在人是这样子的 发四狠心 狠狠独的心 发四狠独的心 刚好相反 我们做一个菩萨 行则就等于是一个菩萨 一定是给人快乐 拔除人的痛苦 欢喜心的 无量翻喜心的去做 舍弃自己的时间 金钱 最重要的生命 都可以舍 这是发四无量心的意义在这里 因为我们每一个修行人都是要 以他人为重 自己为亲 别人比较重要 自己不算什么 我们既然发愿 又修行成菩萨成佛 你一定要这样子的 所以守菩萨戒 你好像是受了菩萨戒 你就是要发四无量心 真的 否则你修什么行啊 那越修就越下地义 天堂 地义 所以常常讲啊 天堂有路啊 你不走 地义无门啊 就偏偏闯进来 听说现在那个 天堂的这个守门的 是 Saint Peter 天主教的那个Saint Peter 聖彼得 那么有个人到了那个天堂 要进到这个天堂里面 Saint Peter就给他讲说 我先给你看一段影片 天堂的影片跟地义的影片给你看 那么你选择 你有自由选择的一地 你要进入天堂呢 还是要到地义呢 随你选择 那个人说那就好啦 那我看一看天堂是怎么样啊 地义是怎么样 好啦 先播天堂 一片旷野 无止境 在里面的人 每一个人啊 都 因为这个 营养不良 脸色花青花白 每一个人垂头上气 垂头上气 好像在人间的修苦行一样 还是嘴巴念着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 阿门 还是在 我们佛教是念阿弥陀佛 但是因为吃素吃太久了 脸色花白 脸色花青 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每个人都是一天到晚在那边绕来绕去 在旷野的地方绕来绕去 也没有什么春光明媚 也没有什么那个高楼大厦 没有什么这个很好的风景 他看 哦 天堂是这样 那么我看地义是怎么样子 就播地义这一面 哇 唱卡拉OK的啦 在casino的啦 在casino赌钱的啦 在dancing啦 在那个跳舞 哇 大家穿得好漂亮喔 哇 这个男的喔 高大英镜 那你的呢 那个青春冒美 哇 大家欢喜的这样子 一直在那边 很快乐的过日子 这个圣皮特就问这个人啦 他说你到底要上天堂呢 还是要到地义呢 他说哦 这看啊 我觉得去地义好一点 哈哈哈哈 那突然间啊 出来六个小鬼啊 他排走那个人啊 就往地义里面跑 而且马上有一个大火 大油锅在那里等他 要炸他 要用油锅啊 把他炸这个人 这个人就一直喊 嘿 圣皮特 圣皮特 你不是讲地义有那些吗 我才来的啊 圣皮特在高高的地方跟他讲 那个啊 那个是广告片啊 哈哈哈哈哈哈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那只是广告而已啊 我先给你看广告片 所以我们不要上当啊 到了这个天堂门口啊 你不进去 地义无门 你偏偏要闯进来 你偏偏要闯进来 这个人的心啊 大部分都是喜欢享乐 厌恶痛苦的 其实天堂是真的很好的地方 那么第一是真的极苦 天堂是极乐 所以我们修行啊 当然修行最主要的 刚刚开始发心要修行 就是要脱离这个人间的苦海 碰到很痛苦的时候 想要脱离人间苦海 转苦为乐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就是人本身的这个 这个愿望 那你要 这个 到天堂 在佛教的教理里面有教你 做十善业 十善业就可以上天堂 十善啊 要行善 要慈悲 要布施 要喜舍 那么我们修行人 就首先要守戒 要守戒 要如法的修行 那么要布施 要有智慧 要有禅定 然后你还要很精进的修行 还有呢 你必须要这个 守戒力 这个慈戒 不施 还要忍入 忍入当然就是要忍耐这个所有的 众生给你的这些 烦恼跟痛苦 都要忍入 不能够说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不能够的 那么我们要做善事 怎么做善事呢 这里有一个做善事的 有一个小孩子跟他爸爸讲 给我十块钱啊去帮助人 他爸爸很高兴 他说哦 你小孩子很慈悲 拿十块钱 给爸爸拿钱 要去做善事 去帮助人 你实在是很善良啊 你要兼给什么人啊 他说外面那个卖那个 卖ice cream的 他喊了好久都没有人买 很久都没有人买啊 所以他要拿十块钱去帮助他 呵呵呵 这小孩子很厉害 他很聪明 做善事呢 是基本的 我们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呢 最基本的 知良道 知良道 知良道就是怎么样的 你要聚集善的知良 棄除恶的知良 师尊 师尊讲过一句话 师尊从来啊 你再怎么样子 误入师尊啊 毁谤师尊啊 这个 盗起这个 寺庙三宝的钱啊 师尊都不会告人 都不会告 这是属我这一部分的 别人 别人我不管 别人啊 像他们啊 这个 他们的东西被盗了 或者是他们的 怎么样子呢 他有没有发事无量心啊 像师尊来讲 师尊绝对不会告人 因为我发觉有一件事情啊 每一个被告的 每一个被告的人啊 他都会起烦恼 而且都会痛苦 被告 你只要你是 突然间接到法院 cult 是给你的那个data 说你被告了 你要上法院了 你心里一定很烦恼 而且你一定很痛苦 师尊想到这一点 所以我发愿 这一辈子 从来不要告人 不去告人 我发愿了 我在书里面也写 我绝对不会去告人 有一次这个 我们彩虹山庄旁边在挖 这个挖沙石啊 挖沙石啊 那么这个社区联合起来 就是要跟这个挖沙石的 那个公司啊 对抗 要对抗 那师尊是这样子想啊 那时候蔡师姐在 那么我就这样子想 我说 既然我们这个社区 都要跟那个沙石厂对抗 那我们彩虹山庄跟沙石厂 它挖的地方是最近 那这样子好了 我们就 我说 捐一点钱吧 捐一点钱 捐一点钱给那个 当做律师费嘛 我就想说 就捐一点钱给这个社区啊 就跟那个对抗这样子 那结果到最后 我 报纸上登出来啦 告诉人 彩虹山庄的卢圣院 变成我 他们社区啊 把我突然之间 把我的名字用上去 变成我是告诉人 其他人 他们跟在我后面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 突然之间变成告诉人 他们被告 我心里很难过 那一次我心里很难过 这个 当然是 因为我不知道说 我出一点钱 就变成告诉人 他们每一个人都出钱 既然把我推在前面 说我是告诉人 这个 当然这个事情是一个例外 例外 你们如果看到啊 在网路上啊 或者按一按啊 卢圣院 哦 告过人喔 那个不算啊 那不是我的本意啊 不是我的本意 那个绝对不是我自己 出于我自己心中的本意 因为我发过厌的 我绝对不会告人啊 我帮助这个社区是可以 跟沙石场对抗社区 不愿意让他在这边挖 杀死他 那结果呢 我们也告诉了 人家还是在挖 挖了也有好处啦 因为三十年后啊 我们这个彩虹山村就是 他挖了以后呢 将来三十年 要挖三十年 三十年后啊 彩虹山村的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符 人工符 他会放水进去 变成一个符 我们就是Wattel Flamp House 湖边的彩虹山庄 三十年后 哇 那时候我就发了 Wattel Flamp House 三十年后 我一想三十年后 三十年后啊 九十六岁 不要高兴得太早 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在过清明节 每年就只过一个节日 清明节来了 欢迎大家一起来聊天 就是这样子 这师尊是不告人的 因为告人喔 被告的很痛苦 被告的很痛苦 你们假如经过输送 你们有输送经验的 告人的 就好像他有必胜的把握被告的 就是 就是要好像是要抗辩啊 要很辛苦 而且一告啊都是好几年 不是说哦 告 一个礼拜就结束了 一个月就结束了 一年就结束了 不止啊 一告有时候是三年五年十年啊 拖个不完的 始终有一个烦恼在身上 你家租在众生的身上的烦恼 所以修行人忍心去告人吗 不告了 让人家告好了 我们修忍入波罗蜜 所以我们修行人 我是欠人家说 不要告了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 这个广东人讲官司啊 都是讲官规官规啊 就是不好的嘛 但是外国人就比较喜欢告 外国人他不管啊 因为他没有修行啊 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利益 这是我的利益 我的权益 我一定要争取 所以我一定要告 这就是 这个民主的观念不太一样 所以在美国 告的很多 告来告去 告来告去 但是师尊还是保持一个原则 不要去告人 任何人 像我们修行人 最好不要去告人 最好 再逼不得已 修忍入波罗蜜 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有人讲 你看 师尊没有告我吧 我是清白的嘛 师尊就不告我 你错啦 你错啦 师尊是本来就发愿他不告人的 无论怎么样子 师尊都不告人 别人我不管 所有的上师啊 法师啊 教授师啊 你们同门 我不管 那是你们自己的修行 师尊发誓无量心 人 绝对不给人 给人快乐 已经都在来不及了 还给人痛苦 那没有这回事 哎 这个谈到党官师啊 这里有一个党官师的这个笑话 一个法官啊 一个法官啊 对证人讲 你在法庭上做供的时候啊 只要说出你自己亲眼看到的就可以 如果是听别人讲的 你不要 你就不用讲了 你亲眼看到的就可以 法官经常会这样子跟你讲 你亲眼看到的 你就可以做供 你如果听别人讲的 那不行 不能当成供词 这样懂吗 法官就问那个证人 证人就讲说 哦 我懂了 反正我亲眼看到的 我才讲 那么法官就好 那么 首先呢 你要讲出你的出生地 跟出生的日期 这个证人就讲 法官啊 我无法回答 因为这些啊 全都是听我妈妈讲的 这个官师啊 怎么打啊 我搞不清楚 怎么会有这种笑话 我这一生啊 我这一生 没有上过法院 没有 从台湾 从这个出生 从台湾一直到美国 我没有进过法院 到了美国有进过法院 那是先世 这个citizen citizen公民的先世 在法院里面先世有了 有先世在 进到法院去先世 这个没什么 所以我在美国啦 还是没有进过法院 还是没有 因为法院尽量少进去了 那个是很痛苦的地方 不管你是告人或者被告 都是不好的 这个 慈悲喜舌 我们讲 八十五量心慈悲喜舌 那这个是 受菩萨界的人要守 还有我们的出家的 还有我们的出家的 出家的 只要是出家人都要守 都等于受了菩萨界 因为界有三嘛 比丘 比丘 比丘尼界 菩萨界 沙明界 菩萨界是最大的一个界 菩萨界 比丘 比丘尼界 沙明界 这三个界都一起受了 出家的时候就受了这三个界 所以每个人都要 慈悲喜舌 现在不只说出家的要受 慈悲喜舌 你受了五界菩萨界的在家众也要守 还有我们精进的行者 征活行者 受了归一贯典就等于受了五界 就等于受了五界 你也要守界 守界的话也一定要慈悲喜舌 你在每一次修法里面 都要发肆无量心 那你发肆无量心的时候 就是要慈悲喜舌 华菩提心 就是大圣佛教的基础 大圣佛教本身的基础就是在这里 大圣佛教跟小圣佛教的差别 只差在心量上 小圣佛教是守界力的 但是他为了自己的了生死 比较精进努力 就成为阿罗汉 叫做入无鱼裂盘 就是说不愿意再来世间轮回 我自己已经生死解脱了 修行自己生死解脱就了了 我不想再去跟众生有什么瓜葛 这个就是小圣小圣 那么所谓的大圣密教就是大圣 密教属于大圣佛教 大圣佛教的话 那就是要发肆无量心 我们每一次修法都一定要发肆无量心 那你既然念了发肆无量心 要词无量 悲无量 喜无量 舍无量 你就是要守你自己的誓愿 所以密教行者 你只要是归于生活中 你就是发肆无量心 因为你的心量越发越大 你就成为大菩萨 你大到广大无边 你就是佛 所以没有发肆无量心的 不能成为菩萨 不能成为佛 你只是治了汉的阿罗汉 你最高的境界就是阿罗汉 就是小圣阿罗汉 发肆无量心 就是大圣 那么我们今天生活中也是大圣 大圣佛教的密教 一定要发肆无量心的 这个在我们的所有的修法里面 都要发肆无量心 慈悲喜舍 慈悲喜舍就是肆无量心 虽然好像看起来 这个便不是很重要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小圣跟大圣的分别 大圣是为他人想 不为自己想 自己牺牲忍入都可以 这才叫做菩萨 所以你要学佛 所以你要学佛 你一定要学 事无量心 不可以自私自利的 自私自利的 就是小圣 自私自利的 甚至以自私自利 轻换到别人 自私自利 破坏了宗派 自私自利 就让你的心量变成狭小了 那你心量狭小 你怎么能够有成果呢 怎么会有成就呢 就是不能够成就 所以 发肆无量心 是非常重要的 那谈到这个官司啊 在美国打官司很多的 非常正常 我们就是 绝对不要去做 而且在别的地方打官司啊 美国可能 会公正一点 那个法官可能会公正一点 你在东南亚打官司啊 哇 我不敢说东南亚 怎么样 哪一个国家怎么样的 那都是要给钱的 我们中国以前有一句话讲 衙门八日开 八日开 这个 无钱有礼莫进来 你有道理啊 但是你没有钱啊 你就不要进来 衙门以前 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个官府 就叫衙门啊 他们也是等于法官一样 你有道理 但是你没有钱 你就不要进来 他八日打得很开啊 就是 所有金钱 全部通通通通吞进去 金银 财宝 反正一大把都从嘴里就吃下去了 吃钱的啦 那法官吃钱的 这个美国我相信也是人啊 美国法官也是人啊 当然也有吃钱的 当然 但是呢 好像东南亚一带吃钱比较凶 美国 美国当然也有 但是可能 比较少 我是讲可能啊 我是讲可能 便不是一定这样子 这里有写到啊 有一个大副啊 向他的辩护历师讲 他说 请来一个历师 他说 你有本事哦 使我只要做半年劳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额外的二十万的 额外的二十万的酬劳 你有本事 让我做半年劳 你可以额外得到二十万的 他跟他的历师讲 最后呢 这个大富豪 如愿以赏 他终于只要做半年劳而已 这个历师一边收钱啊 一边讲 你这个案子实在是辣手啊 本来法官是判你无罪的 哈哈哈哈 你要求要做只做半年劳 我拼得要死 才让你做半年劳 你看啊 这个历师也是要钱的吗 他说 那个富豪说 那只要做半年我就给你二十万 那法官本来要判他无罪的 本来要判他无罪的 他说不行啊 那你送给他 你给他做半年吧 他终于做半年 他还不知道自己损失惨重 这个法院啊 这个公正公平客观 那法院都是画一个瓶啊 中间两个啊 中间两个啊 其实那个东西就是在装钱的 哪边钱比较多 这个就输了 这个钱给他拿过来这边 这个就输了 还是不要打官司的好 那么我们也是这样子 不要给人家痛苦 任何一种痛苦都不要 你讲话去伤害人 就是给人痛苦了 用行动去排斥这个人 就是给对方痛苦了 不要 这个我们都不做 不要给人家臭脸 那个摆一张臭脸啊 摆一张臭脸 人家就吓得要死了 不要 经常露出笑脸 人家来庙里啊 一次就好了 再也不来 因为你给他痛苦啊 给他难堪啊 他哪箱啊 哪箱去擦啊 擦啊 擦错地方呢 擦错地方呢 你大声吼他 你怎么可以 不要 柔声一点 你说这个箱 应该要擦哪个地方 才是好的 我引导你去擦箱 然后给你解释千诗 教你怎么拜佛 都是柔声细语的 我们要讲温柔的话 不能讲那些那个比较恶口啊 奇语啊 忘语啊 两舌 这些话都不要讲 要讲很柔很顺 很顺人家听的话 人家如果长得不怎么漂亮 你就跟他讲说 你好性格 你好性格喔 对不漂亮的人我们讲 你好性格 不能讲你不漂亮 对漂亮的人讲说 哇 你永远那么青春美貌 让人看啊 心里都很舒服 对于那个所有的人 讲话要 真的要懂得讲啊 实在长得非常的丑啦 像那个 不能讲出名字 不能讲九如法师 喔 我看到九如法师啊 我很尊敬的 我很尊敬的 因为他始终啊 很低声下气 他走路啊 他始终很谦卑的 很谦卑这样子 弯腰驼背的 这样子很谦卑的 就是表示他的谦卑 我们说九如法师 非常的谦卑 哇 他听起来就非常舒服 你不能讲他是 什么流萝卜啦 不能这样子讲 不能这样子讲 他本身来讲 他很有性格 他很有性格 他有庄严相 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啊 他一听起来他很庄严 他很庄严呢 他也出去红华 大家看他的像 你看 像个阿罗汉 阿罗汉就是这样子的啦 阿罗汉长相都是 你说 哎呀九如法师 你真的好像得到阿罗汉果味一样 最低的最低的果味阿罗汉 至少他还是阿罗汉啦 你要称赞他 你要称赞他 你不能讲他 你不能教他仰卧起坐啦 他是很有性格的 很有性格 我们就是要讲这种话喔 很有性格这样子的 然后去赞扬别人 他的优点 我们都要赞扬他 他的优点 他的缺点 我们尽量不要讲 就是说 我们修行人就是 不好的地方我们不讲 好的地方我们称赞 好的地方我们学习 像师尊一样啊 师尊有好的地方 你们要学习 不好的地方啊 你们不要讲 你们不要讲出来就好 这个就是 八四五量心啦 一定要这样子 慈悲惜舌 要给人家快乐嘛 解除人家的痛苦嘛 欢喜心 无量的 施舍的去做 你不能为自己啊 像有一次有 有德国的弟子 坐公车 一家人坐公车到庙 到庙 那么公车他停在庙附近的站 他从那边打电话到庙 他说 我是德国来的 那么我们有很多行李 我们有大人小孩 那么虽然到庙也要拖一段时间 要拖 要拖一段时间 要过来这个庙 你们庙里面有没有车子 来载我们 那听电话的法师就讲 我们法师啊 不是司机 我们法师是很尊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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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机士可以载法师 没有法师去载 载机士的 这个时候就不同 哦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发世无量心 法师啊 当法船的斗所 载这个机士 到了这个 上了法船 这个时候就要开车去载他 因为法师的确是很尊贵的 法师是很尊贵的 没有错 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 法师啊 必须要去服务众生 有些状况啊 法师是要去服务众生的 这个才是慈悲习使 然后慢慢的这些机士 感受到法师的力量 他们也学习 做一个法师的榜样 这个才是正确的 在某一个状况之下 法师是很尊贵的 某一个状况之下 法师也要去度众生 法师去度众生 也就是要去帮助众生 帮助所有的在家机士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必须要开车去接 这个德国的这一个家人 然后到庙里面来 所以大家做事情啊 有一个分寸 慈悲喜折 有一个分寸 你必须要考量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 不能说我是尊贵的 我是出家人 不可以开车去接你们 不可以 不可以是这样的 出家人是 出家是很尊贵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啊 就要慈悲喜舍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圣尊的 心裁宝贵的法语开始 现在我们恭请圣尊为我们做 南无佛母大孔雀明王的灌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